你放心吧,我要的,只是罗家不给我选夫君将我嫁出去而已,说他日我要成亲,定然也会走正常的流程,损不了你的名声。 而且你们不会现在心里都还没有数,以为我的婚事,还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控制的吧。 二妹妹刚刚说我仗事,说得没错,我仗事要求你们放弃对我婚姻的控制权,答应吗? 玉洛,你疯了是不是?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?其实你父亲他早有准备,肯定会为你挑一门好亲似的,那圣家大公子圣诚意。 母亲,说是您还想让我认您这个母亲,请您不要干涉我和他们谈条件。 不知天高地厚的孽障东西,我倒要看看,没了我罗家的庇护,这孽障怎么能嫁人? 顶修,答应他,都答应他,但是让他们母女都记清楚了,以后这孽障的婚事,就算是他们跪着求到我们罗家面前,我们罗家也绝不会管。 婆母,遇落他不是这个意思,江淮阳最是怕他这位厉害的婆婆。 答应就好,那么就只剩下第三个要求了,明日我外公的寿宴,我只负责带罗玉琼过去,但进了左丞相府的门后,罗玉琼做的任何事都与我,与我母亲,与我外公无关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?我既然是去给左丞相贺寿的,又怎能说与左丞相无关啊? 他就是想利用左丞相和江淮阳的身份,这才好去攀高枝啊。 穷儿说的有道理,这个要求不能答应,要我说,一家人就不该说什么要求不要求的。 江淮阳,你生的孽种,不肯带穷丫头去拜访左丞相,那就你亲自带她去吧。 婆母,我…… 怎么,你还敢质疑我的决定?个忤逆不孝的东西,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你是废物吗?我儿要你做甚,不如趁早, 让我儿给你一封修书,滚冲我罗家。 婆母,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,求您不要让丁熊休了我,我是丁熊的妻子,伤是她的人,死是她的鬼。